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样磨指甲 那在磨指甲之前我先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磨指甲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买的定制的指甲 或者是说有一些定制其实它的指甲的误差还是会比较大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长得不一样 有的人第一指关节它会长得长一些 有的人它会长得短一些 并且每一个手指它的长短度也是有可能不一样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通常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指甲都是一个标准号 有的手指是感觉会不舒服的 那就需要把固定长度的尺寸磨短 佩戴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关于怎么样量手指的长度在我们的古证公开课里面就已经讲过了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一下 对于一些不太敏感的小伙伴或者是刚刚学古证的小伙伴 其实对于指甲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可能觉得拿到一副嘴手就用了 就像我自己的话一开始不太懂得这么多有关古证指甲的一些知识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第一副指甲 这副指甲呢是我人生中购买的第一副戴毛指甲 当时买到的时候其实和你现在看到的是已经有差距了 这个已经是我把它磨短过了 我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为什么食指用起来特别的不舒服 后面我才发现原来我的食指指甲和我的另外的两个手指的指甲来比较的话 特别的短 我的食指的第一个指甲在2.3到2.4左右 然后我的中指2.6 2.7 我的无名指差不多是2.5到2.6的一个距离 所以也就是说我的每一个手指其实都是不一样长度 我如果买到的是一副标准号的话 其实它除了中指是和大好的尺寸是匹配以外 其他的另外两个手指我带大号都会觉得太长了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把另外的两个指甲磨短 那你们就可以看到我这一副指甲就是我磨过了 一颗指甲它实际上是有三种维度的 一个就是最明显的其实就是长度了 还有厚度 然后还有它的宽度 一般来说长度是会让人感觉最明显的 厚度你不是特别敏感 或者是说用过的指甲比较少的话 可能会感受不到厚度的差别对于你弹奏的一个影响 然后这个宽度的话 这个就是和你的手指的宽度有关系的 因为有的人手会胖一点 那指甲相应宽一点的话 会戴着会觉得更舒服一点 有的人手会瘦一点 像我是偏瘦型的 如果戴比较宽的指甲 就会觉得这个指甲有点笨重 当我了解到一副指甲原来除了长度以外 还可以去看它的厚度和宽度的时候 我就对我以前买过的一些指甲产生了一些好奇心 然后就想到用卡尺去量一下 以前买到的指甲和现在用到的指甲 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当我买这副指甲的时候 卖家告诉我说这是一副3.5厚度的练功指甲 但是没有想到我用卡尺量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它的厚度是没有达到3.5厚度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稍微厚一点 接近了3.4厚度 看这个只有3.0厚度 然后剩下的也是 这也是我们后面发现的一个问题 有很多市面上卖的一些指甲 它的大部分的厚度其实它都是没有标注的那么厚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量一量自己手上买的一些标准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也发现了 它的厚度的误差也是非常大的 有3.1的 有3.0的 然后有3.4的 像这个就是3.0的 像我现在的话 因为定制的指甲用多了之后 对于指甲的厚度 直接用手就已经可以摸出来了 这个就比较厚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最厚的那个 3.4 就是基本上就是3.4 因为这个邮标卡词它的单位其实是非常细的 所以通过刚刚的一个测量 大家会发现买的一副普通的标准号指甲 它除了长度有可能是不符合自己的手的一个长度以外 它的厚度其实误差也是挺大的 首先一个就是没有达到它实际的一个厚度 标注的一个厚度 另外一个就是说 每一个指甲 它们之间的厚度误差其实还是挺大的了 最厚的是有3.4 最薄的只有3.0 这中间已经擦了0.4毫米了 这个误差已经是非常大了 像敏感一点的手的话是直接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的 所以通过上面的这两种方式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得出了怎么样去判断一副指甲的好坏了 现在我再量一下我们大家最常见的 也就是买敦煌秦惠送的一副指甲 那这个材质的话呢 也应该是塞陆陆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长度和厚度的误差是有多大 这是一副小号 我们先来看一下长度 小号的大纸通常是2.5 直指的话通常是2.3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长度还是比较规范的 就是误差基本上是没有超过0.1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厚度 2.75 2.78 3.02 2.35 通过我的这个测量是可以看到 冬黄送的这副指甲 它最薄的是2.3 最厚的是3.0 所以它这个误差是有0.7毫米 已经算是相当大的了 因为前面我测的那副 它的误差差不多是0.4 这个是有0.7 这对于一副补针指甲来说是误差已经是相当大了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用时间久一点 其实是就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它们的一个差距 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叫做一副比较好的指甲呢 这一副是我前几个月新定做的一副指甲 也是我们轻月家自己师傅做的 那它是完全按照我的一个手指的尺寸 去做的一副指甲 我们可以来先来看一下它的长度 大指是2.9 我记得当时给的是2.9的一个数 十字是2.55 中指是2.75 这个误差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它的误差也是在0.05是非常小的 这个是2.7 给的数据是2.7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厚度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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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3.1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测量它指甲最厚的地方 大指相对比较难测一点 因为它是有弧度的 不像指甲比较好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误差 真的是已经是非常小了 因为前面大家也看到了那个指甲 它的厚度误差 像东黄的那一副 它的误差是0.7 对 我没有记错 是0.7左右 我们的这个误差 是控制在0.0级的一个误差之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当我用过电子指甲之后 我就再也不愿意去用标准号了 一方面的原因是 我的每一个手指的长度都 指甲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要用标准号 那为了让我觉得用的舒服 我必须每一副指甲都要去摸长短 另外一个就是 在我做这一期视频之前 我特意的又去测量了很多标准号的指甲 我就发现它们的厚度误差 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当我用了比较好的指甲之后 你让我再去用这样的 我是没办法去用了 这个就像游碱入奢溢 游奢入简难一样的道理 前面讲了比较多的废话 实际上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如何去看一副指甲的好坏 你首先得了解到这些差异 了解到自己的手指的一个情况之后 才有可能去考虑说 我想把我手上原有的一些指甲 但是尺寸不合适 厚度不合适的指甲 来进行一下打磨 让它更加贴合我的手指 演奏的时候更加顺畅 在打磨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 我会使用到一些什么样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一个游标卡尺 如果没有游标卡尺 或者是不想买的话 也可以准备一支指指 这个指指呢 可以帮你测量一下 自己手指的一个长度 另外就是你指甲打磨之后呢 也可以用它来测量一下 打磨过后的长度 是不是已经达到 自己想要的一个长度 当然了 这个精确度肯定是 没有游标卡尺那么精确 除了通过用这些工具以外呢 你也可以在边打磨 边在自己的手指上笔画一下 直到打磨成自己觉得 最舒服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家前一阵子出的 触伤指甲 那它这就是一个标准号的 对于我而言 我的食指是比较短的 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用标准号 所以我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打磨 在视频之前 我已经把这个食指打磨成 我自己的尺寸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已经是我打磨好的一副 标准号触伤指甲 你看明显可以看得到 食指已经比我打磨的比较短了 已经比较符合我实际的食指长度 那我就来演示一下 怎么样来打磨出酸指甲 打磨出酸指甲的话 用这块美甲条就可以完成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首先拥有沙子的这一面 去磨它的底部 和你平时磨自己的指甲一样 如果说你不需要磨太短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要尽量的顺着它原有的弧度 去这样打磨 这样子打磨出来的弧度 可以和之前的原有的弧度 保持的相对一致 这样会比较好看 在磨的过程中 需要看一下磨了多长 原本这颗指甲的话是2.75 我现在打磨了0.05 其实是打磨的很少 所以说打磨指甲是一个 很需要耐心的一个过程 那我如果想要加快 这个打磨的速度 这个时候就是 这些沙子拍用场的时候了 我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的木数越高 这个是它的木数 这个是7000亩 它的木数越高 说明它的沙子是越细的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好 我现在拿到了两张 一张是180 另外一张是7000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180明显的就是很粗糙 7000的话就是很光滑 其实7000木数已经是非常高 它更多的作用是用来抛光用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纸的 这是一张1200的 可以大对 可以对比一下 1200的就已经比较的光滑了 所以如果不是需要打磨太长的话 我是比较推荐用这个 美甲条这种来打磨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像我这种情况 需要打磨比较多的话 为了节约时间 就要用低木数的粗糙一点的沙子 把它先打断 然后再去进行抛光 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了 很明显我现在的速度就是快非常多 刚刚用这个美甲条打磨了比较久的一段时间 只减少了0.05 那现在我就刚刚那一点点时间 你看它就直接减少了0.07 这个是我之前打磨好的 这个时时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把它磨到了2.5 所以我现在还需要把它再打磨短一点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尽量的去和原本的这个弧度啊 指甲弧度尽量的磨的和它们差不多的样子 这样指甲会好看一点 也就是两边也要注意也要打磨一下 当你的长度越来越接近你想要的长度的时候 你就要打磨一小火 你就得用尺子量一下 以免磨得过短了 然后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指甲的一个弧度 你磨完之后你会发现和之前的比较 这个是我磨过的 这个是原本的指甲 你可以看到它的弧度是略有一定的弧度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打磨的时候注意边缘 就是这个边缘你可以看到它是有棱角的 我们要注意把这个弧度也可以打出来 可以这样倾斜的去打磨 把这个弧度磨出来这样子 像这个时候这种美角条就会比沙子会好用多了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弧度磨出来 让它的棱角没有那么锋利 圆润一些 还有这个边角也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手工活 如果没有耐心和细心的话 我建议还是直接定做指甲吧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自己动手能力也比较强 也喜欢自己来DIY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可以边看电视边打磨 像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比刚刚要圆润一些了 但是还是不够 这个更亮是因为抛光过 这个还没有抛光 所以看着有一点雾面的感觉 但是没有刚刚那么尖锐 好 我们继续打磨 在打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尽量的是垂直于你的沙子 这样你磨出来的面才会是比较平的 会偏向于某一边 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 打磨支架的时候 你的大指如果用力过猛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把这块拉伤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用力不要过猛 要保护你的手指 毕竟还要弹琴的 在打磨的时候也还要注意看一下 注意看一下两边是不是对称的 如果哪一边长了 就再多打磨一点 哪一边短了就稍微控制一下 先把长的 两边先磨到一样长 所以这个东西嘛 手工活嘛 就是要考验你的眼力了 你眼睛首先能够很敏锐的 可以观察得出来 好现在我已经把它的长度是磨到接近于我想要的了 剩下的就是细致的打磨的过程了 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不太讲究的人 长度磨好了 其实也就可以用了 那我还是稍微的把它再打磨了细致一点 你在磨的过程中你可以经常用手指摸一下 感受一下它这个弧度是不是 摸得很顺畅 过度比较自然的那种感觉 然后去对照你的原先的那个指甲 对比一下它们的弧度是不是比较接近一致 然后再去修正感觉还有一点差别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个手工打磨不管是手工打磨还是说用机器打磨 像这种的话已经是属于半手工艺作品的话 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每一个都一模一样的 但是可以尽量的把它的误差控制到最少 那这个已经是属于比较接近 只是说啊这个是我打磨的 这边看起来更圆滑一点 这边还稍微有一点顿 那我就可以再把这边打磨的圆滑一点 还有这个前面讲过的这个侧边也是的 把它打磨的光滑一点 自然一点 打磨指甲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只是说它需要你比较耐心和细心 像现在这个促砖指甲其实还是相对来说 比带磨软很多 还是比较容易打磨 打磨带磨指甲的话 真的是比较费劲啊 我现在自己都不太高兴打磨了 再撮它一下 这个后 这个已经很接近了 因为它只有0.1毫米的一个差距 我看一下 和我上一次打磨的那个厂度 差别就已经很小了 就是这个差 这一点误差其实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可以了 如果想再打磨的更细致一点也是可以 但是我今天就不再继续了 我也比较懒 好 让大家对比看一下 这个是原本的指甲没有打磨过的 这个是我打磨过的 磨短过后的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它的边缘都是 好 然后我们来做最后一步就是抛光 像美甲条的话一面是磨砂的感觉 另外一面就是很亮面的 这一面就是用来给你抛光的 你看到觉得指甲亮晶晶很好看的 其实就是它的功劳 这个很简单 随便抹好 像如果你有用旧的指甲 表面不太光滑的 你在这上面蹭一蹭 马上就会焕然一些 这样会更好发力 我再和刚刚的那副没有打磨过的指甲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是不是很明显的发现 打磨之后它的光亮亮泽度都出来了 就和原来的那副没有打磨过的 原来的那一支没有打磨过的就一样了 好 粗酸支架的打磨就结束了 戴帽支架的打磨其实跟粗酸支架打磨的过程是一样了 只是戴帽太硬了 我偷懒就不用戴帽做演示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打磨完的 和之前提前打磨好的 我现在已经分不出来哪一支是我上一次打磨的了 在最前面的时候我说过 一副骨针支架的好坏除了长度以外 还有它的厚度 那实际上厚度呢 也是可以通过打磨的方式 来对它进行一个改变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推荐做厚度的一个改变 原因是骨针支架 它首先是有一定的弧面的 你在做厚度修改的时候 其实如果没有太多经验的话 是比较容易把握不好骨面的过度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自己曾经打磨过一副厚度非常不均匀的 但是又非常好看的一副支架 我也是当时是因为它的颜值才会去买它 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 这个厚度的误差减值了 起码有一毫米以上 所以我就想好 那我就自己来打磨一下 但最后的一个实际的效果 我感觉并不是太好 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实在是太辛苦了 长度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 相对来说工作量没有那么大 但是厚度的话你要想一想 你是要把整个所有的两个面的厚度 如果是上面糊的话 两个面的厚度 你要对它全部进行一个比较均匀过度的一个打磨 并且厚度还要把所有的都打磨得比较一致的话 其实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如果不是说经验非常丰富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性的工具的话 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的这个厚度的改变 这一次打磨其实算是比较失败的一次尝试 它真的很需要你比较有耐心 而且说白了我就是懒吧 不想做了 既然有定制师傅 我干嘛要自己吃这个苦呢 所以厚度的话 我这一次也不演示了 我个人也不是太推荐自己去做 当然了 如果你手上有一副不是很贵的支架 然后它有这个厚度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自己没事在家边看电视边磨吧 慢慢的磨 总有一天你一定可以磨好的 好除了修改长度以外呢 今天我还想分享一下关于大指指尖的一个打磨 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练琴太勤快了 至于在练腰指的时候把指尖都给磨凸了 那如果是一副带帽的指甲就此就扔掉 实际上是有点太可惜了 因为只要不是太突的话 还是可以通过打磨的方式把这个指尖修复过来 像它这个磨损的还不是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用美角条就可以了 打磨指尖的话呢 会比打磨底部要更加注意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改指甲的长度的时候 都是尽量的就是建议是从底部开始 而不是去磨指尖来改变它的长度 虽然从指尖也确实是可以改变它的长度 但是对于第一次打磨或者是经验不太丰富的话 还是建议你从底部去打磨 这样会更保险一点 因为指尖它的弧度要求会更高一点 好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 怎么样去打磨磨损的大指的指尖 我们使用美角条 尽量的去找它的一个指尖的一个弧度 顺着它的弧度去对它进行一个打磨 然后要两边比较均匀的去打磨 打磨一边的话 你最终你指尖会被你磨偏掉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左边和右边 尽量的打磨的次数和时间是一致的 这个就要注意不要用太大的劲 可以慢慢的打磨 这个确实是比较需要有耐心 然后就是一定要观察要仔细一点 直到把这个磨凸的这个 这一点打磨圆滑就可以了 虽然指尖相对底部会难一点 但是只要你肯动手 比较细心 又有耐心的 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磨的话 其实它也是很简单的 不是很难的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到的 不要这样子去磨 就是再延时一下 不要这样一个方向磨 这样方向磨就会把它这一块磨顿了 它这边 这一面和这一面 它往中间过度的弧度就会被你改变 所以我们要用侧面的这种方式 顺着它的弧度去打磨 一定要注意就是稍微打磨几下 就要拿起来看一下 观察一下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偏向 如果有的话 马上就要去盖掉 只要把这个弧度重新打磨出来 这样看就是顶部还是有一点点 继续打磨 直到完全感受不出来 有顿角的地方 这个大纸的磨损其实是非常小的 所以是需要在一个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 你才可以看得到这些细微的变化和差距 现在打磨出来 我觉得这颗指尖有点太尖锐了 所以我会把它带打得圆滑一点 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说自己对于指甲的一些要求 来去自己尝试一下 它并没有一个条条框框 你必须要这样打磨才是对的 那样打磨才是错的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指甲的一个使用感 或者说一些要求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摸索 或者说尝试来更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 像我打磨指甲的这些经验也是自己摸索的 并没有说我必须要去跟谁学 而是自己通过多次的打磨和尝试 发现这个方法比较快 或者说这个方法比较好 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是属于自己完全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去做到了 那有一些是属于在工具有限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让师傅来做会更好一点 自己做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它需要花费的精力时间也比较多 并且出来的成品不一定会非常的理想 但是打磨指尖和改一些简单的长度的话 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的 厚度的话我真的是不太建议太累了 建议有狩猎倾向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改厚度 像现在这个大指指尖基本上已经摸好了 大指指尖磨损之后的修改呢 它实际上是会对你的指指的这个长度肯定会有一定的耗损的 所以你大指如果今天改好了 用一阵子之后又磨损的话 你再去改 可能改几次之后这个大指就长度对你而言 可能就已经有一点不太合适 这个时候就需要购买新的指甲 或者是定做新的固针指甲 其实在做指甲的时候也可以多做几个大指 因为大指消耗的确实是比指指要多很多 像我现在已经就打磨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我现在这个指尖的话 就是基本上这个弧度已经出来了 我还没有进行抛光 我再对它进行一下抛光 大家会看到觉得像不像新买的指甲 这样指尖也打磨好了 所以大指的指尖如果有磨损的话 不是太严重的话 完全是可以自己再打磨一下的 然后就可以继续愉快地使用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可以自己打磨的 我来找一下 这依然是杨老师的指甲 杨老师的指甲可惨了 没用几个月就各种划痕 你看这是琴线造成的划痕 还有指尖 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幅 真是耗不及啊 像这种划痕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通过美甲条进行一下打磨 也是要注意如果你打磨的这一面是 一般现在都是有弧度的 你打磨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两边 你这边打薄了 你这边也要相应的做一个打薄 这样才是对称均匀的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用这样的方式打磨也是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 打磨技巧就要拿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左右是对称的 这个弧度的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就是没有太多的技巧 更多的是一个熟能生巧 你打磨的多了 你慢慢的也就找到感觉 找到规律了 知道要怎么样去打磨 用多少力度 现在已经很浅了 但是还有像它这个指甲 因为它的这一个划痕是非常的深了 已经 所以你在把这两边打薄的同时 你这里 如果你这里不做打薄的话 你会很明显的发现 这里凹进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尾部也是要去做一个打薄 尽量的就是要整一个弧面都是比较均匀的一个过度 这样你的手指带着才比较舒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说不要轻易的去改厚度呢 它和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你要去整个弧面的去改 稍微有一点处理的不好的话 它这个弧面的过度不平整 不光滑 两边的这个过度也不光滑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位置 就是之前的那个划痕 和最早没有打磨之前 比较已经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 如果说我再打磨一会儿的话 就可以把它完全的打磨都没有 现在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因为它这个划痕确实是比较 就是有点太深了 如果你要全部打磨的完全看不出来的话 你这个基本上 你这个指甲起码要薄零点几毫米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需要花你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不会把它全部打磨 因为这样子就已经可以很明显的 看得出来它们的一个区别了 就可以 然后因为抛光之后就比较光亮 看起来就有点像新的一样 这一面就是我没有抛过的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没事就给自己固针指甲 做一个美容吧 本来呢 我在做这个视频之前呢 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去改甲型 但是我先尝试了一下改了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副半月的骨针指甲 然后下面这个半月 是原本它的甲型 上面是我已经改过一次了 我是参考这个甲 指甲改的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不看底部的话 已经是比较接近了 但是因为它的底部 本身就是和这个 这是我们的专业款水滴指甲 你会发现它的底部 本身有缺失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改的 一模一样 然后改这个指甲的时候 就让我萌生了退役 我就不想再去改 其他的这几个手指 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 因为戴帽太硬了 而且甲型其实 尤其是大指甲型 是最不好改的 就一副指甲里面 大指其实是需要花费的时间 是最多的 这个从它的这个弧面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大指做得好不好的话 在自己演奏的时候 尤其是摇指的时候 还是有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音响 因为我发现改成这一款 是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本来打算 把这一款改成筷子 看样子 但是觉得工程量太大了 所以我放弃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不要告诉我没有提醒你 很辛苦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交给师傅来定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